幸福满面的总统 陈老师好 韦老师你好 三只脚客栈 对对对 三只脚客栈 这名字是什么我们知道 为什么这个创业选在大理 其实我游完中国之后 还没有定去哪 但是我当时选了几个地方 我特别喜欢西藏的拉萨 刚速的冬黄 我去玩的时候是七八月份 人特别多 我觉得感觉还挺好的 但是我走完中国 到了十一月份 我去考察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旅游的人 已经几乎没有了 只是当地的人 我就觉得 虽然创业是一个 我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到了大理之后 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是十一月份 就是偏冬季的时候了 但是大理的景色 依然是整个山都是绿的 一山傍水 包括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的氛围 我就跟我妈说 咱们就定这个地方了 就坚定地选择来在大理 刚到大理的时候 我们是 我们娘俩举目无亲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无论是从选址 租客栈 包括到后面的装修 都是磕磕绊绊 与我来讲呢 我选择了走这条路 无论在哪 我都要咬牙尖部下去 15年底 秋一松和妈妈将创业目标定为开客栈 先后考察了拉萨 东黄 最后选择了留在大理 2016年来到大理 做的第一家店 就是古城南门的这个店 叫小时代 紧接着又做了三只脚民宿 一晃三年 今年7月 又拿到了第三家客栈的营业执照 来大理三年 秋一松把客栈一个个做了起来 又把书修摸了个门清 三只脚民宿 清除了他最多的心血 回想起刚接受这个客栈 破得一塌糊涂 经过一次失败装修 去年又开始重新装修 三个月累死累活 只为打造一个完美的民宿空间 在创业过程当中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当我坐上客栈之后 我发现在我收获了 资金来源的同时 我收获了更多的是快乐 更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友谊 很多陌生人 从进入我客栈门的那一刻起 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 关系深一步的朋友 有时候过节的时候 会收到这种 在我这住的客人 邮寄过来的一些特查 心里很暖 怎么样阿姨 这是您要的幸福生活吗 对 这是我向往的那种幸福 比如说每天早晨起来 我要去公园 断练一下 下午你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我要写个书法毛笔字 这个客人回来了 有客回来了 和和他聊聊天 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幸福生活 三家了阿姨 准备开第四家 第五家 第六家吗 准备开 但是我觉得第四家 第五家 六家速度 会发的要慢一些 因为旅游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综合的一个项目 那我想接下来下一步 去拓展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现在是叫三只脚客栈 会有三只脚旅游 三只脚土特厂等等 三只脚这些各方面 与旅游有关的 我都会把它囊括进来 四年前你的心愿是创业 如今你已经创业初成功 那今天你的心愿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心愿呢 是我自己能够成一个家 给我妈一个交代 然后让自己未来的路 走得更顺畅一些 在美好的地方 有美好的心愿 我们这也有美好的祝愿 每一个从这个舞台上 走出去的人 愁眉不展地走出去 再看见他们 非常幸福地走进来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别的不多说 希望你们俩的心愿 都能够实现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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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 再见 谢谢